資料庫呢 你用SQLite 他變成說只有你在你電腦上ok 那你要把資料給別人就不ok了 所以也許你怎麼樣 可能要再匯出成Excel 匯出成CSV 所以 也許我們前面講過的東西 你也可以試著怎麼樣 把它輸出成CSV 那個database裡面我們剛剛是print出去嘛 那怎麼樣把它print成一個CSV檔 很簡單嘛 就是我們之前有那個用F等於open 後面用w就可以啦 寫出去喔 對rite出去 檔名的話就是點CSV 中間加豆點就可以了 沒有ok 所以就可以把它寫出去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如果你是用單機的SQLite 你要把資料給別人的話 其實用CSV最簡單 因為Excel 反正他 直接CSVExcel就可以把它打開 不然的話呢 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就是可以用MySQL 如果你是要自由軟體 不花費用的話 其實這個MySQL 在以前VBA課程裡面有提到 但是裡面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架設 那你要架設那個 所以 也許 這個我不知道有沒有那麼多時間 因為 架設的話呢 你可以去找到SAMP SAMP的話 我不知道雲端上沒有放 如果沒放的話 我可以把那個連結 其實很簡單 他解壓縮之後的話 做個安裝 因為其實我好像在PHP課程裡面有提到 反正就是PHP也是用MySQL 然後呢 VBA也可以用MySQL 那手機的App 也可以連接MySQL 所以反正呢 這個概念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要做資料交換 Excel 或者是說 跟其他的電腦 或者是跟其他的平台 都可以先把資料放MySQL 讓他們去抓 OK 那抓的方法 這底下就設定那個SAMP SAMP實際上就是 架設一個 Server的 一個 他已經幫你弄好的懶人包 意思這樣 那裡面的話呢 其實這個SAMP X好像是 Extend 延伸 A Apache M好像是MySQL P的話是 那個 好像是什麼 PHP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把這些東西全部都幫你打包好了 這些設定 設定好之後的話 就可以拿 這個PHP買的面 裡面做管理MySQL 管理的方法 這個我想你就有自己可以玩玩看 細節的部分的話 建好之後的話 但最關鍵的地方就是 我如何取代 把MySQL 用 用那個 SICLELINE 就是取代為那個 買SICLE取代 SICLELINE 裡面最大的關鍵是在這裡 底下的部分 就是 你如果要連接它的話 第一個要安裝這個套件 安裝的方法是什麼呢 打一個什麼 Pipe Enstor 這個什麼 PY MySQL 就可以 那當然安裝的方法 我們前面講過了 因為我們這邊環境好像會還原 所以呢 我們直接就是到D疊底下 找到你的Python的位置 Python的3632 然後 點一下上面 打一個CMD 因為我們這邊 那個什麼呢 我們的Python 有沒有 已經還原不見了 那當你要建Python 我乾脆在這邊好像比較快 所以 CMD意思是說 幫我把這個路徑帶過來 它就跳過來 所以到D疊底下 那當然你如果會打DOS 你就CD到那個木路也可以啦 如果我習慣這樣子比較快 那你就打一個Pipe 打一個P Pipe install 然後呢 把那個 My My Py MySQL Enter一下 這樣的話呢 它直接 就可以幫你安裝了 不過是不是我的那個 Pipe 反正 錯了 應該是Script裡面 所以 點一下 應該是Script裡面啦 更正一下 然後 CMD Enter一下 一樣把那個Pipe打上去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把Pipe Install 另外 將來我們可能還會裝那個 Beautiful Sweep 4 Enter一下 理論上這樣就幫你把它裝到 我們的內部 裝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會有這個 套件 然後呢 你裝完之後的話 如果要類似把資料給寫進去 然後讀出來的話 其實 最大最大的差別就是 剛剛買 Seql連 有沒有 C Connect這部分 本來是我們用那個 SeqlLite.Connect 那個Database 只是把這個地方改變而已 改成後面這個地方 這個HOST是你IP位置 如果預設是LocalHOST 你用LocalHOST 其他部分的話就是ROOTS ROOTS就是你那個 管理者的權限 密碼我是用1234 那你的Db就Database的名稱 那你Chatset就是你的那個編碼方式 這樣子就可以連線 OK那以後的話 其實沒有 太複雜 回去的話 當然如果前提是 你要先把 MySeql架設起來 連也應該OK 這個我試過是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 前面東西 SeqlLite的部分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MySeql OK所以這部分的話延伸 跟各位說明 底下這個 城市這邊都有 你也可以回去 試試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後面呢 延伸再來就是 6-3 6-3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 前面都是用 別人的開放資料 但是如果將來你希望 自己產生一個開放資料 給別人讀取的話 其實很簡單 雲端硬碟 就辦得到了 以後如果你要比如說像我們 CSV大家下載 其實 很簡單 你可以自己當來源 怎麼當來源 第一個 雲端硬碟 應該會用吧 你就先上傳一個什麼 上傳一個 檔案 但是記得 你的那個 上傳的模式 記得要 讓他轉換成 Excel的 視算表 那 上去之後的話 假設你已經把 東西傳上去 比如說像我這邊按右鍵 這邊有個新增 檔案上傳 那我如果把檔案找到一個 叫會員資料的Excel檔案 不過上傳之前請記得 你可以先檢查一個地方 在這邊會有個齒輪 我先把它切到前面去 齒輪 齒輪在這裡 這邊有個設定對不對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情 這要先打勾 這個如果不打勾 你Excel傳上去 他還是Excel 但打勾 他會Excel變 Google的視算表 Google視算表 轉換完之後的話 像我是有一個 檔案 你們等一下也可以 練習一下 那 傳上去之後呢 他的圖示 本來是Excel的圖示 他就會變成像 這樣的圖示 如果你要把這個資料呢 在 分享給別人 變成一個開放資料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檔案裡面有一個叫做 發佈到網路 它是24小時 其實 就等同是你自己架Server 以前是你要架Server 才能 輸出 某個檔案放在那裡 但是呢 這個好處是不用架Server 差很多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自己架Server要管理真麻煩 乾脆放這裡就好 你怎麼樣呢 第一個 你要的是 哪一個工作表 比如說我要這個工作表 指定這個工作表 輸出的話呢 我就輸出成 CSV 不過目前 因為他沒有支援 Json 也沒有支援 XM 不過以後會不會支援 不知道 因為有些東西後來才出現的 本來沒有 所以現在有CSV 不過CSV也夠了啦 基本上 你要開放資料給別人 大家用的都還蠻習慣的 所以你就CSV 然後呢 再發佈 就會產生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呢 實際上 你將來就是 放在網頁某個地方 下載 他就 直接 把它 輸入 Enter一下 這時候怎麼樣 你會發現 燈下來了 這邊就有一個 CSV 對不對 然後一樣喔 所以以後呢 你也可以 就等同是 你做的CSV 你可以 自己去抓 其實手機 可不可以抓 手機也可以 所以任何地方都可以 所以手機端 以後 Google的那個App開發 慢慢會不會用Python來開發 Python來開發 我在Python寫個App 寫個App之後呢 手機端也可以直接抓我的開發資料 我這邊更新 他邊抓 馬上看到結果 這樣蠻好的 以後的話 學一套東西 就通吃了 這個檔不錯 打開之後 有辦法 其實 我們發佈的 所以 也就是以後 你只要是 Google的Excel 傳到失算表 發佈 你就是開放資料的來源 要不要加SERVER 不用啦 沒有那麼複雜 只是說如果未來客戶端他跟你說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變Jetson 我們習慣抓Jetson 你跟他講 沒辦法 如果 要用Jetson要加錢 加錢要加很多錢 因為要放SERVER啦 這個是 所以當然這種東西 就客製化 就真的 你要想辦法 所以有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你要能夠 其實你就是幫客戶解決問題 才有很高的附加價值 不然說真的 客戶自己弄就好啦 幹嘛還找你 就因為他沒有辦法 你才有價值 OK 你要想一個辦法 盡量不要讓他花錢 這個是好幾個SELUTION 那哪一個 他說這個要不要錢 這個可能要買授權 跳過 直接跟你講說哪一個最好就好了 你跟我講這麼多 直接跟我講 所以我剛剛講說信任關係 就是因為 我就直接告訴你你要 因為我知道你的需求嘛 不然我要繞一圈之後 我告訴你的東西 其實是最花錢的 那當然對他來說 他一定不相信你了 在下一次也不要想要找你了 對不對 所以 就是這樣的關係啦 接著弄 我們公司的關係 沒有啊 因為 就像說 微軟為什麼要用MS950 對不對 他會用UT58就好啦 其實每一個技術背後都有一個商業利益考量 OK 我 為什麼 我 你像說大家都用 大家用那個就好 可是問題 我用你的 那我就沒有 賺了嘛 對不對 所以很多東西 不是我們可以 搞不懂的啦 因為這東西 大公司 我們只能去Follow 因為我們真的 只是 小小的那個 設計師 或小小的那種 對使用者而已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也許可以 就是說呢 針對那個 剛剛講的兩個 MySQL 也許可以試裝看看 如果已經有 用MySQL 可以把它Try一下 第二個的話就上傳一個 檔案並且發佈 練習的話 你自己發佈 自己去把它抓下來 自己再把它塞到Database裡面去 隨便發佈什麼都可以 你自己有用到的東西是最好的 那這部分的話 6-3 就講完了 再來就6-4 6-4是什麼呢 就是抓取網路資料 不過呢我們會先Pipe 裝一個Beautiful Super 4 那裡面的話 當然我們要抓什麼 我習慣喔 抓YouTube 抓Yahoo 抓Google 抓最大的 如果通通可以抓後面就 其實都更沒問題 我為什麼要先抓這個 因為我先想說 一定要先從簡單的開始 反而抓這個是最簡單的 你想說這會不會最複雜 沒有 這最簡單 OK 為什麼簡單 請各位先把剛剛的部分先看一下 並且試試看 發佈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就是 從那個 最簡單的開始 抓那個網頁上面的資料 這邊都有一些訣竅的 如果你會用一些 方法 真的啦 沒有抓不下來的東西 真的 密碼 密碼 對對 那個就被害客了 我算合法的情況下 我算是